港股走势仍然疲弱,恒指周二下跌357点,收报28,181点。虽然周一晚美股表现靠稳,但由于内地股市持续弱势,港股亦受到拖累。 至于跌市的原因,市场一直都归咎于中美贸易战之上,但不这一直坚持的看法。贸易战只是趋化势,而并非港股下跌的主因,真正令港股步入红市的原因,是基本因素的转变。 当中包括,美国缩表,环球收水,美国资金从新兴市场抽走,内地去杠杆化导致内地资金链断裂,此等因素将令到资产泡沫爆破,因而导致经济衰退。 近期内地经济数据已反映出,实际经济正处于下行的情况,而贸易战将令到经济加速下滑,情况会在今年下半年的数据反映出来。 长达九年的人做大牛市,是靠量化宽松的流动性浸出来,这绝对是泡沫经济,是透支未来的繁荣假象。 最终始终要还,2016年底于杭州举行的G20会议之后,各国一致公告将减少对货币政策的依赖,以意味着宽松政策不再。 资产泡沫亦即将爆破,九年的QE,对实体经济的毒害绝非一年半再可以清除。 但长痛始终不如短痛,今日不去杠杆,将来就病入高坊。 所以,抓住现金才是此刻自救的唯一方法,不者不是要语出惊人,也不是消极悲观,倒危思变,积极地应对悲观的前景,为危机而作准备,由盛于盲目地乐观,以为自己可以成为复巢之下的幸运而。 感谢观看